从粉红到卖国贼 在奥德萨的网红王吉贤迎娶乌克兰美女 乌军夺回赫尔松市 乌克兰没收共产党所有财产 中共损失惨重 郑州上万学生大逃亡 中国大学内迅速流行电态风潮 中共新政策坚持清零一天一统 2025年实现电子良民症 网上疯传 直辖市重庆今晚零点开始封城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燃 又到了周末了 我们先聊点喜事 在乌克兰的中国网红王吉贤 周五这一天也就是中国的光棍节 这天领证结婚了 这个就是王吉贤和他的乌克兰太太 说起来呢 这个王吉贤的经历很有意思 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前的一个小粉红 到通过这场战争 他看清了中共 几个月就转变为了揭露中共谎言的 所谓汉奸卖国贼了 让他一举成名的 我记得还是当初 他面对中共威胁时候的说的那句话 抱歉 站的时间久了 不会跪下 如果我背后的祖国 非要我做另一道选择题 到底是跪着活着 还是站着死 我相信你们知道我的选择 抱歉 站的时间久了 不会下跪 我发现当人处于极端环境的时候 对外界的这个美好愿望 往往非常现实的 这不 王吉贤对结婚这天的愿望 他就俩 没有空袭警报 不停电 那我估计呢 他的愿望很可能会实现 因为俄军正忙着 从赫尔松大撤退呢 完全顾不上远方的奥德萨了 还记得俄罗斯搞的所谓公投之后呢 宣布有四个地区划归俄罗斯 那么如今呢 乌军不但是夺回了大片北部地区 那么周五呢 也实质性的占领了南部的赫尔松的首府 赫尔松市 在这里 而赫尔松市呢 是这次俄罗斯入侵中攻占的 唯一的一个乌克兰的大城市 同时它也是俄军第一次宣布 主动的撤退的占领区 可以看到乌军重回了赫尔松市中心 市民在市中心亲吻士兵 并且合影留念 背景中呢 可以看到行政大楼上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 也能看到有市民是喜极而泣啊 按说呢 残酷的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乌克兰应该没有闲心去管其他的事 可有意思的是呢 乌克兰政府同时做了一件让人不得不浮显连篇的事 乌克兰的司法部长叫马柳斯卡 7号签署命令将乌克兰共产党的所有财产国有化 收归国有 而被没收的乌共资产中呢 就包括了乌克兰最大的航空发电机的制造厂 叫做马达西奇公司 而这个马达西奇公司中呢 它的有一家中资公司是拥有这家公司的56%的股份 这下好了 泽连斯基没收的哪里是乌共的资产 根本就是中共的资产 中共虽然刚刚丢了乌克兰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厂 一点也不影响人家 在郑州是埋头苦干再创高峰 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万人放舱 有网友看了就表示说 这和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可有一拼呢 不仅新疆西藏建集中营 全国各地现在都开建集中营了 那么为什么要夜以即日的建造这么大的万人放舱呢 那么看看下面 郑州富士康的所谓疫情防控有多恐怖 我们就知道了中共的思维逻辑和行动 其实已经是处在疯狂的状态了 这就是郑州富士康的宿舍楼 正在做消杀处理 楼外的这个情景比好莱坞灾难片的场景还要夸张 有一个人走过去 你能看到他身后正从楼上扔下来的私人物品 自从郑州黄河科技学院的三万名大学生 因为疫情风控 集体逃离校园之后呢 郑州另外的几所学校近日也陷入了这种大逃亡的境地 我们先来看看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的午夜狂奔 你能看到一群学生被封在学校以后深夜一起出逃 却被学校的这种守卫呢打着电筒围追堵截 居然被网友呢把这种场景形容为三个电影 午夜惊魂 鱿鱼游戏和逃出绝命阵 有人不理解说学生跑什么跑啊 封在学校里不是总比外面安全吗 为什么一定要逃呢 我们来听听郑州财经学院学生的说法 都是阳性 全军覆没了 然后人家他一直他让驴猫的 他不让银性回去 然后他不让银性回去 然后他们就想让偷偷抛出去 抛出去被领导发现了 然后领导就打他们 女孩都是往里脸上闪 要跟他男孩打的 还有其他什么跟他男生大声杀动 财经这一次 真的我跟你说不会再用人来杀了 另外呢郑州工商学院的男生就发帖说 说现在他们的宿舍已经暴乱了 还问说为啥我都退学了还不让我走呢 他在问班主任 那我们就再来听听这个学校的学生 在群里面的愤怒留言 不让走不让走啊 都别货了啊 不叫我走 你试试啊 那都别走了 那看这牙丝 跟这高心态 真富了 都死这吧啊 都给这样吧啊 这种啥 这种啥 跟我勾都不上 由于长期风控啊 中国大学生最近流行养植狗和各种植宠物 有网民就说 说做人啊 大家比较潦草 做狗 却十分的认真 还不仅如此啊 大学校园里头 现在兴起了一股很变态的新风潮 学狗爬行 就这种啊 明显是被压抑太久 出现的怪异行为 可不是只在小范围出现啊 就连像北京的清华大学 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 这样的名校都出现了 而且还在扩展 有学者指出啊 这是大学生在高压环境下 做出的消极反抗 很多人已经是处在 快被逼疯的状态了 那也有人表示说 说如今的中国啊 连像西藏那样的地方 都被疯了 已经没有任何的世外逃远了 学生就是逃出校园又能怎样呢 我本来是不认可这种消极的观点的 不过等我看了一个回乡的学生所遭遇的一个视频 我忽然就有点理解 为什么那些大学生要很绝望的 在校园里头学狗爬了 11月10号 中共同时做出了两项有关封控的重大决定 一个呢 是中共国务院推出了20多项新措施 看上去 当中大部分都是要求各地放宽某些防疫管制的 你比如说 密接者和入境人员 从原来的7加3的管控 减为了5加3等等 不过呢 里面最重要的两句话 被网友是挑了出来了 一句话是说 一些地方一天一查也许会更多的出现 那么另一句是说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被网友总结了一下 那就是坚持清零一天一统 另一个中共国家卫健委的文件 叫做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 要求到2025年全国要建成统一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这个重点是 每个居民要拥有一个电子健康码 这消息一发布就引起不少网民的恐慌了 有网民就斥责说 这是把老百姓当畜生一样管理吗 这不就是电子良民症吗 到时候每个人的健康码都分三色 全部都掌控在中共的手上 随时可以让你变红的 随时就可以让你变得 还不如趴在地上的狗呢 不过大家还是不要先担心 这几年后才会发生的事吧 这不我刚刚在手机上看到了 网上现在疯传 直辖市重庆今天晚上零点 要开始封城了 我希望这只是个谣言 而不是又一个遥遥领先的预言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每集节目都是做成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电视版是有严格的时长要求的 所以说到这儿 这个电视版就算结束了 不过我看到观众有留言说 你怎么不做长点呢 所以下面做的就是稍微长一点的网络延长版了 到了周末了 您一般呢平时会去哪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往往并不是当地人会经常去的地方 你比如当年我在北京住的时候 我就不会没事去什么故宫啊天安门广场的 那现在住纽约 我也不会没事就去时代广场啊 帝国大厦这种旅游点 那么哪里是纽约人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呢 来吧 随着我的手机 咱们去逛一逛 这儿啊就是纽约曼哈顿的街星公园 叫布莱恩特公园 布莱恩特公园 离著名的这个时代广场只有一个大的街口 但这里呢 可谓是闹市中的绿洲 是很多当地的纽约人的心爱之地 说起来啊 这个布莱恩特公园对我来说啊 有点像在北京时候那个时差海 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流冰 这不 这个布莱恩特公园 现在也造出了一个临时的免费流冰场 可以携家带口来游冰了 这个地方是真正的休闲的地方 男女老少可以共聚一趟 哎 怎么还有穿工程服的呢 难道是修路工抽空来滑冰的吗 溜冰的人虽然不是很多啊 大多数呢 是来这个公园小作片喝的 那么你就可以买杯咖啡啊 或者啤酒 再点点小吃 连上免费的WiFi 就可以在旁边悠闲自得一番了 如果您还有更文化 更有品味的需求呢 那么溜冰场背后的那个高大建筑 也就是被称为世界最美图书馆的 纽约公共图书馆 就在后面 那请您移步到那里 有五千多万件的藏书啊 还有像大片《明天过后》 《蜘蛛人》等这种大片场景 在等着您看呢 对了 如果是夏天 晚上还有免费的露天电影 还有全年各种各样的活动 好了 这次的时事金扫描 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了